陳宗彥到李孟彥都是因為桃色風波下台 那會覺得是民進黨黨內的派系鬥爭嗎 我寧可相信是風水吧 因為不是只有他們兩個嘛 在台南還有衛生局長 那還有這個陳凱琳局長 還有反正所有幾乎都是桃色不斷嘛 所以我才說賴主席清德雄真的是 因為你聽到的比我聽到的還多啊 所以還有多少桃花是含苞未放待放的 應該要一次清查到底啊 李孟彥的事情爆出來之後 那大家覺得說台南幫怎麼又一個 那你以前跟他認識的過程 你覺得他是怎麼樣的 李部長到台南服務大概是第一個去拜訪我 因為當時從台北市有些民意代表介紹 他來拜訪 我覺得這個人談吐蠻斯文的 而且在台南任職的時候 也沒有聽到什麼滑邊 那包括台南市的媒體朋友 大家聽到第一時間聽到都很驚訝 覺得過去他也不是這樣 那我想加入民進黨的團隊難免嘛 就是會桃色不斷嘛 所以賴主席清德雄 我想在這個時候啊 舊職未滿百日啊 就折損了第一大部交通部長 那是不是應該要唯請內政部 宗教師呢 派個團隊到台南市政府 跟台南市民進黨黨部呢 把桃花斬斷 否則這桃色新聞啊 一個一個的爆 就跟爆雷一樣 那對於新政府的新氣象 你要打貪反黑 好像有一點打折扣了 交通部長李孟宴 19日遭報婚外情 有鄉民在PTT發文爆料 指李孟宴萬億已十年 過去常帶小三進出高檔餐廳 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毫不避嫌 親密合照 但在上任交通部長後 始亂中氣 爆料者很酸 台南幫還真是一脈相承 前有行政院前發言人 陳宗彥被報接受性招待 現在李孟宴又出事 但與前者相比 李孟宴至少比較專情痴情 而在今天稍早 李孟宴表示 對個人過去行為造成太太及家人 莫大困擾 以及導致社會大眾觀感不佳 表達最深歉意 同時 她已向總統賴清德 及行政院長卓榮泰 口頭請辭 希望不要因為她個人的行為 而影響外界 對交通不同人 行政團隊的信心 我想問一下有關這個陳宗彥案 過去這個難檢牽解 現在她自己又充起了偵查起訴 她還要求要從中量刑 她就認為說怎麼好像在掩納一出 另外這個陳宗彥的聲明 她覺得自己好像很委屈 不過其實從這個召集事實 這個市政已經很明顯了 甚至還有所謂的喬世之嫌 不就是有對家關係嗎 我覺得對於陳宗彥 就是這個性招待的風波 那我是有一個肯定 兩個問題 第一個肯定是有必就辦 像陳宗彥這種破壞官徵到這種程度 如果說新政府上來 願意來去偵辦弊案 那這一點我給予肯定 但是同時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呈現出來 第一個就是 那同樣的台南地檢署 為什麼在蔡英文執政的時代不辦 而到賴清德執政的時候才辦 那中間之前是不是有涉及 吃案壓案包庇重放 那我想請這個司法檢調 還有我們的執政黨好好交代一下 第二個 這裡就是再度證明監察院就是個廢物院 陳宗彥接受性招待 以性招待的形式 貪污介入官縮的市政如此明確 結果這個廢物監察院 竟然連彈劾陳宗彥都沒這個膽子 那我想請問這個廢物監察院 要不要出來跟鬼人交代一下 所以一個肯定兩個問題 有關陳宗彥被起訴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驚訝 他是真正賴總統清德兄的子弟兵中的子弟兵 那雖然是成年就案 但是當重啟調查以後 在賴清德總統就職 將近三個月的時候提出起訴 而且求取重刑 這裡面還起訴過程還提到 有關警察人事案 所以我個人覺得非常驚訝 但還是給賴清德總統按個讚 打擊官商勾結 打貪反黑 要堅持到底 但這些都是舊案 鄭文燦也是舊案 陳宗彥也是舊案 對於現在進行事當中的這些官商勾結 那才是危害人民權益最大的一塊 還沒有看到成績 我想我們除了給他肯定以外 還是要對他有高度的期待 那是否是因為辦了鄭文燦一案 讓所有檢調覺得賴總統他是對於打貪反黑 開了綠燈一路通行 所以有關後續的發展 是有待我們繼續觀察 但不管如何 對於最親密的子弟兵都會被起訴 那個人還是給予肯定 那當事人當然要到法院去 捍衛他個人的清白 但是這裡面包括監察院過去的彈劾 只有兩票同意 那種荒謬的結果 是否可以重新再來思考 陳宗彥被問的時候 他說他沒有關說他只是關心 可是監察委員說 他看著你關心的時間點 跟LINE上面的時間點 他們是覺得是有關聯的 你LINE完之後你就去關心 檢察委員講的話 我講難聽一點 大家都聽不下去 那你明知道他講的就是這樣 就是關說 那為什麼你不彈劾他 對不對 你還護航他 11比2 所以我覺得監察院你既然做了 假如你的評論 包括你的報告 認為是有關說也有接受性招待 而且陳董顯然是他 那為何不彈劾 再來就是內部提到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會用LINE跟微信來通話 原來民進黨講的抗中保台 說大陸的這個通訊軟體 我們會有洩漏資安的問題 那為什麼民進黨的官員都要下載這個微信 用微信來通話 原來我們的國安單位沒有辦法監聽到微信 所以民進黨的官員都用微信在通話的時候 顯然你就是要迴避我們國家的安全單位的監聽 但你不怕大陸聽嗎 對不對 當你在叫小雲的時候 你難道不怕大陸聽到嗎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覺得最匪夷所思的 委員幫我們談一下好了 他現在那個監察委員他們調查出來了 那我們一個一個講一些比較讓大家覺得奇怪的 比方說陳中葉在那邊調查的時候 他說這個LINE的頭貼是他 但是陳董不是他 這個我想 所有的台灣的鄉親看到這個報導 都覺得很好笑 陳董這麼賀賀友 我不曉得還有哪一位陳董可以接受這樣高檔的招待 最可悲的就是說 竟然監察院會有11位委員 來為公務人員接受性招待來背書 所以不以彈劾 這是對我們的監察制度 我深深不以為朗 監察院確實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最應該問民進黨 因為長期支持要廢監院的其實是民進黨 結果他們執政之後 不僅讓派系大佬陳菊擔任監察院長 到現在也沒看他們提出說 要廢掉監察院的相關的推動進程 那我們這邊是針對一些部分去做修法 像黃建豪委員提的是監察委員的退場機制 那我提的是涉入政治工作者 不得擔任監察委員10年內 所以說我們都是希望在監察院的組織辦法裡面去做一些修正 盡可能的讓政治不要去介入到監察院 那至於民進黨他為什麼過去喊著要廢監院 現在拿到了這個監察院的權利 然後裡面養了一大堆人 包含他們自己的陳菊院長 都是新潮流的之後 就不提了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要跟外界說清楚 其實未來國民黨也有可能執政啊 那國民黨執政之後我們要提名的監委 還是必須要按照我們現在所通過的這個法律去提名嘛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不分藍綠的 未來如果國民黨執政了 我們要提名的監委要考慮到說 他不應該是跟國民黨有涉入這些政治工作者有關 那這樣子才算是一個公平的法律 對所以當然現在提出這個時間點上面 是我們由個案看到了政治介入監院之後 或產生的不公平 所以希望提出修法 但是修法是可長可遠的 所以不管未來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他在提名監委的時候都需要按照相關的法律去做提名